一開始先用點的關係 不過大概半年到一年左右 因為髮色跟髮量這東西一定會掉 我真的建議還是要準備第二點 因為你第一點回去的時候 那你在它回去的維修保養過程中 那你就空窗 你就戴著帽子吧 可是我說真的 實在是沒有辦法一次戴帽子 因為忍者很分 它是消耗品 但是如果決定認定這東西不錯的話 你要準備兩點才有 至少要兩點才有 不然它什麼時候會壞掉我們不知道 壞掉這個訂做跟假的一樣 它訂不了三個月 今年更慘 今年疫情關係 它是全部熟 它沒有都是機器做的 最好準備了兩點 因為我現在兩點 那剛好我這點原本是比較長的 跟這個差不多 我後來隔了差不多一年左右 兩點都是長的 我覺得好像有點不一樣 把這邊修掉 不會把它修斷 現在換其實很快 就像 肩子這樣 這樣 麻下 對這樣子 黏上去 然後再對一下位置 因為我們都在抓一下 然後 再上去之後 也稍微這邊 這樣壓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我自己應該是 明年吧 明年應該會在地 所以 被我想換 所以 就是比較常見的造型 哈哈 這個就是當玩的 其實 不管新手老手 你就把它當成一個帽子 沒關係 其實它是有頭髮的帽子 所有的問題 都是靠這個 都的問題 到目前為止 沒辦法是要打電腦出來 至少這個可以當玩 好